全球局势不断的变化 我国需打破本地和外籍人才间的鸿沟 建立新的人才网络 为海内外国人创造机遇 我国也必须维护和更新社会契约 来应对全球局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教育部长陈振生出席了新加坡经济评论会议时表示 全球局势不断的变化 不仅带来巨大的机遇 也可能促使社会分化扩大 我国除了维持原有的核心价值观 也必须制定一个全新的社会契约 陈振生也强调 我国需要在应对地缘政治变化时坚持原则 开拓新的联通模式 成为全球互联互通的首选平台 以及采取务实的方式来加快潮低碳和净零碳排放的转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